好了,读完文章,同学们来看一下 现在就运用咱们之前讲的继续文六要素概括法 配合咱们今天学的公式来总结一下这篇文章 它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我的提问就是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运用公式的阶段,大家大写伸手 先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总结一下它的继续文六要素 时间是在一个夏天,夏日 一也是田野上,或是原野上 人物呢,我,大家再看 还有一个看瓜老人 这篇文章它是双人物 你平时概括的时候也要注意了 一篇继续文不一定只有一个人物啊,孩子们 对吧,他肯定有追的,还有被追的呢 再看,世界是什么呢 它的起因呢,是我去偷了一个瓜 对吧,经过怎么样呢,我被他追 对吧,然后呢 大家来看,结果是怎么样啊 被追上了,对吧 它的结果是把我给追上了 对吧 那么好了,大家再来看一下 这是继续文的六要素 那么我们在公式里面只提点三个要素 叫什么呀 人物加事件加结果 对吧 那么提取的人物是我 或者说堪瓜老人 中心的事件就是我偷瓜 然后被堪瓜老人追 最后被追上的一个故事 对吧 这样人物加事件加结果 是不是就齐全了 好,那我们再看 袁芳,你怎么看 这是在微博上很火的一个帖子啊 袁芳,你怎么看 现在老师也要请各位同学来看一看 有两个同学给出了两个答案 你来判一判卷子 作为批证老师 你看哪个是对的 答案一说 一个炎热的夏日 我因极可难耐 偷拿人家西瓜 而被一个堪瓜老人追赶 终于被追上的故事 再看答案二 说一个炎热的夏日 跟上面一样 对吧 一个堪瓜老人在原野上 永不放弃追赶 因极可难耐 偷拿西瓜的我的故事 大家来看一下这两个答案 它的侧重点不一样 一个是侧重于我 偷瓜我被追 那么这时候 我是一个主要的人物 我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形象 那么再看答案二 它是从堪瓜老人的这个角度去写的 是堪瓜老人 他怎么样呢 永不放弃的来追我 那么你来比较一下 这两个主人公 写在这吧 这两个主人公 在原文当中都出现了 那么谁更重要一些 你觉得 在原文当中是我更重要一些 还是堪瓜老人更重要一些 同学们怎么去判断谁更重要 也就是看谁跟主旨是联系的 就这篇文章是想赞扬我偷西瓜这件事 还是想赞扬 还是想赞扬 堪瓜老人 一直永不放弃追我这件事 他想赞扬的是谁 他想赞扬的是堪瓜老人 对吧 因为他具有 永不放弃的这种追赶的精神 那由此一看 原文主要是想赞扬他呀 那么他肯定是一个更重要的主人公 对吧 那么 同学们就来看 六要素 我们已经 猜完了 在人物的地方 老师就要提出今天的 另外一个注意事项 一篇这句文当中 他会出现好几个人物 那么这些人物有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 就主和次之分 也就是咱们在电影机制当中 有这个男主角 对吧 有这个男配角 主角和配角之分 那么 谁能当主角 你怎么判断 就看这篇文章 他是主要想说明谁 他主要是赞扬老人 那么老人肯定就是主要的人物 对吧 他要是主要想赞扬我 那么我就是一个主要人物 所以你要根据文章 他想要赞扬谁 想要说谁的事 来判断谁是主要人物 明白了吗 那么好了 咱们判断完主要人物 就按照这个公式 什么呀 人物 人物 加事件 加上结果 整个这个公式 来套 主要人物是赞扬老人 事件是怎么样啊 他追逐一个偷西瓜的我 结果是怎么样啊 他通过坚持不懈的追赶 追上了我 对吧 然后你再把这三个要素整理一下 整理成一个很顺的句子 就是一个炎热的夏日 一个看瓜老人在原野上 永不放弃追赶因 饥渴难耐偷拿西瓜的我的故事 那么同学看 这里面他比我们的公式多了一个炎热的夏日 多了一个原野 也就是多了时间 多了地点 为什么呢 一从这篇文章的标题来看 特别强调这个夏日和原野 对吧 用标题拓展法的话 咱们应该是包括夏日和原野的 再有 在没有字数限制的条件下 你在做一般概括的时候 可以提一下这个时间和地点 他永远不会给你扣分 但一旦答案当中有你们写 他就容易给你扣分 明白吗 也就是说这个公式的三点 人物加时间加结果是必答的 一定要写上 而时间加地点是可以选答的 那么同时也是建议大家 你只要找到了 或者说这个时间和地点非常明显 就一定要答 明白了吗 好的 你就是在语文的答案当中啊 尽量做的全面一些 这样会好很多 好 同学们 来 那么最后对本讲的知识 进行一个总结 咱不能什么呀 这学完 像熊瞎子 拜包你一样 学完一棒扔一棒 必须最后得有一个总结 把整个课程做一个结束 我们看今天学的是 继续文的内容概括题 是内容概括当中的一个 一般概括 对吧 在这种提醒下 老师讲了两个方法 两条密集 一个叫标题拓展法 重要的是 去找 我们需要什么信息 第二个叫做继续文的六要素概括法 那么我们总结出一个公式 叫做人物加事件 加结果 也可以适当写上时间和地点 对吗 今天最重要的两条公式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还有笔记上那些重要的基础知识 字词哦 学习阅读和作文的时候 也不能扔了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是慢慢积累 和慢慢提高的 好了 那么今天最后就到了咱们的 music time 今天的music time 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首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来自歌舞青春的这首歌曲 非常的有动感 同学们看完一节课很累了 赶紧站起来啊 深深筋骨跟着音乐一起律动 这节课的小分课堂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Enjoy the song And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